诸字能够保存比方块字多出,也就是相当于日语的假语那样的东西,或者相当于阿卡德语那样的东西,能够比方块字保留多出四五倍的信心量。 但是跟拼英文字相比,我不知道阿卡德语跟阿拉米尼比起来的信心量差别多少,但是肯定是拼英文字的信心量又要比部分依托方块字的假语要多得多。 所以,阿卡德人像日本人一样,最初还觉得美索布达米亚文明非常飞黄,舍不得全丢,我们接受了一部分阿卡德语,后来这跟阿拉米尼比起来竞争的时候也渐渐没落。 最后,人类文明的始祖西亚完全使用拼英文字,然后希腊人也一样使用字母,而欧洲的各种字母就是希腊字母变形过的后裔,双方之间的信心量差得跟天和地一样圆。 而东亚瓦地则形成了一个颠倒的歧视链,信心量最低的体系反而占据了正统。信心量低,传播误差大,是方法最核心特点。 因为它保证传播精确度的是什么,就是口传秘诀,口传秘诀已经完全丢掉了。剩下的东西很容易被上下棘手。 我想也没有哪个儒生愿意,比如说国民党在讲英国的时候还不愿意让共产党杀光了自己的子孙,然后自己来当中华文化的。 但是你使用方块字和中华文化,这个件事是必然要发生的,它已经发生了N多次了。 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上说,国民党子孙不都跑到美国去讲英语吗?你们不是中华文化的子孙人。 就像是渡江门秘变成佛教徒的道教徒的,我们虽然杀了你们的祖先,但是我们把你们编的教科书拿来,把你们大儒、徐副官、余音时的书拿来好好交易到下一代,我们刻解护理教徒,这就发明就是伟大复兴了。这种事情其实是他们根本病理不了的。 所以你如果限定去了以后,同时存在多种语言体系的情况之下,那么竞争优势必然会引起马来语。 你不要看马来语现在处在农民公务地位,只有少数从印度一下来的移民劳工用马来语说马来语,但是它处在最有益的地位。 他们那个连正规学校都没有马来语,它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们只剩有一部分就在台湾渐渐地繁荣昌盛。 而你局部修正,方块字无论怎么改革,改成阿卡德文字那样,改成简体字那样,它只能够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修正率。 那种哪怕是使用土俗字,使用日语,就可以使信息量增加四五倍,还不能说复制精确度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竞争的。 结果就有一个立竿见影效果,无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台湾,使用汉语为教育学教,生育率都逐渐下降。全民四大法的结果就是全民集体灭绝。 而我倒可以想象,东南亚的移民劳工会把他们的土俗文化渐渐发扬光大起来,在二百年以后就会变成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自发秩序的问题,公立学校本身是自发秩序的问题。如果用方块字的教学,接受四大法的话,那就更加加多。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废除公立学校。废除公立学校,有条件的宗教团体、慈善团体,自己办个人的室内学校,用英语也好,用台语、罗马字也好,用马来语或者其他语也好,让大家自由竞争。 可能经过几百年以后,就会像是萨克星语和华语分合成为英语一样,形成一种真正的、有表现力而且能够创出伟大文学作品的台语文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汉语学式的那些学校渐渐会干枯而死,变成极少数人才会使用的活化石。 如果只在国家隆乱教育体系里面修改一下课纲或者是增加一些选修课之类的局部改善的话,那么这样形成的体系还是没有竞争力的,恐怕会导致文化和语言上的断层。 最后在某天会被比如说使用马来语的民间产生的族形彻底颠覆,以革命性方式彻底颠覆。 好了,非常感谢阿姨这段阐述让我们对方块字的源流以及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包括我也重新认识的曹操这个人。 虽然说时间也差不多,但是还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阿姨,因为您刚才也谈到一些什么土俗语这些文字。 其实在我早年呢,在去到匪区之前呢,我也曾经以为东亚的文字其实应该是只有甲骨文一个起源。 但是后来我在四川跟云南旅游的时候呢,我惊讶地发现原来, 宜族跟纳甚至纳西族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字,而且也是类似于像甲骨文这种象形文字。 某种程度上我感觉甚至那个字体上还比甲骨文精巧一点。 我想中国西南地区的这些文字应该也是从西亚转传过来的。 如果我们是大胆一点发明的话,是不是未来呢? 像是大蜀或者大颠两国独立之后呢? 也完全可以用这个同样的脉络把自己的文字应该可以起源,追溯比甲骨文更早呢? 当然,1950年文字改革前的古籍文是很相似的。像杜狱在语语里面就是都睦,可以在相应的神话城中导致对应的人物的。 我们可以想象,今天的遗族跟古代巴蜀的关系就是古代埃及人跟卢比亚人的关系。卢比亚人是受到埃及文化影响的一个边缘诸侯国。 后来埃及被西亚实力者征服以后,也会有一些贵族和知识分子逃到卢比亚去避难之类的,所以有一部分文化遗产会留在那里。这个脉络是很清楚的。 另外,广西和江西也有自己的,一般现在被称为是刻画文化的东西,因为没有破语,所以不好说,有几百个刻画文化的文字。 在汉代到宋代的落跃人经常会出现像桑伯良,十辈当中同时有希腊语和乖籍文字那样的情况。同一部书,比如说陈契日记这样的文字,又有汉字,又有落跃本地的文字。 而像范城大这样的宋代诗人和士大夫就描写了说,他在广西做官的时候,当地打官时,一般都是用土属字。我可以猜知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之经典只有意识形态。 打官是什么,就像是普通法或者伊斯坦人的沙迦法一般是什么呢?结婚、离婚、嫁妆、财产纠纷。 要到儒家经典里面去找民法习惯法的人生识计,基本没有,但是当地习惯法有。所以,哪怕是儒家士大夫出身的地方官员,涉及到不涉及朝廷意义的一般案件的时候,就让当地按照自己习惯法打官司。而他们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就使用的是自己的土属字。 他在自己的《御海志》里面记录过他当时保存的一些土属字,他这些字都会有汉字对应的,实际上是可以破译出来的。 我们要注意,我们现在没有用古遗语当中的线索去破裂于古俗语,没有用宋人基督下来的壮语材料去复原落月人的经典,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因为技术上的困难。至少洋江济南、广东、江西类似的刻画文字留下的是非常之多的。 非常感谢阿姨的解答。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谢谢阿姨,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边结束。那阿姨,我们下次访谈之后再见。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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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